这是美国之音在11月19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宁心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定于今天抵达秘鲁 对这个南美国家进行国事访问 并参加亚太金河组织高峰会 下面我们把电话接通到秘鲁首都立马 请在那里采访亚太金河高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王楠 来谈一谈有关的情况 王楠你好 您请你好 首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胡锦涛在秘鲁的行程好吗 好的 那么在出席了华盛顿的20国集团高峰会之后呢 胡锦涛访问了前台湾邦交国哥斯大利加 刚才我们新闻也报道了胡锦涛还访问了中国的共产党盟友古巴 今天呢胡锦涛要从古巴抵达秘鲁 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并且参加亚太金河会的高峰会 那今天呢要会晤秘鲁总统加西亚并且共进晚宴 胡锦涛在星期五还要在APEC 其实亚太金河组织的CEO的高峰会上 和各国的商界领袖见面 并且发表有关中国追求可持续性发展的主题演讲 那么在星期六和星期六两天呢 他要参加亚太金河组织的非正式领导人会议 在这之后呢胡锦涛要到这个希腊去访问 好那么这是不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秘鲁呢 意义何在 是的 那么这个是中国啊 其实在大清国的时候就和秘鲁进了公使关系 但是胡锦涛呢是第一位访问这个南美国家的国家元首 这个呢反映这个中国和秘鲁的关系呢是越来越近 而且中国进军拉美的步伐呀越来越大 就在这个月啊 中国公布了有关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政策的文件 显示呢中国已经把这个目光和雄心呢 投到了遥远的拉美 那么在胡锦涛访问的哥斯达雷加 古巴 那么还有今天要来的秘鲁呢 中国都是第二大贸易伙伴 据秘鲁官员说呢 中国和秘鲁目前已经接近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秘鲁方面呢 希望这次胡锦涛来呢 能够把这个协定呢 把它签下来 秘鲁呢有丰富的这个矿产啊 金银铜铁心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列 那么这些资源呢 都是这个经济飞速发展 大兴土木的中国是迫切可求的 中国和秘鲁这个贸易额啊 在2007年就穿升到60亿美元 那么预计今后呢 还会这个越过越大 好 那么胡锦涛在立马还会跟 其他哪些国家的领导人 有双边的接触呢 那么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消息呢 胡锦涛要会晤美国总统布什 还要跟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 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等等呢 有双边的会晤 那么大家在关注的另外一个看点 就是他呢和台湾代表 台湾领导人的代表 前副总统连战 是不是在立马呢 会有一次这个胡联会 大家都在观望 而目前呢 这个官方啊 还是在含糊其辞 好 谢谢王楠 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王楠 从秘鲁为我们发回 有关亚太经合会议的消息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在11月19号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宁心 听众观众朋友 最近几年来中国产品的安全 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毒奶粉 有害宠物饲料 毒牙膏 含钱玩具 毒水饺 乃至伪劣 有害药品等事件层出不穷 是很多中国老百姓 对于许多产品 产生了信任危机 也使得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 在国际社会大打折扣 那么中国有害产品 为什么履禁不绝 解决产品安全问题的根本是什么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嘉宾 是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刘卫平先生 刘先生是中国最大的官方环境组织之一 环境资源网的总裁 在中国长期从事环境保护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那么节目的进行当中呢 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也可以发表您自己对于中国产品安全的看法 也可以介绍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 下面就是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播10810 或者播108710 再播8668375161 在这儿也提醒您 除了透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您现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的即时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 刘卫平先生 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 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想问您 就是说中国产品的有害产品 层出不穷或者礼俊不绝 您认为这个根源在哪里 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话题 就是关于中国的产品的质量与安全的问题 这个话题是个巨大的一个话题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而且我们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刻 来谈这样一个话题呢 我相信不仅是具有现实意义 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 刚刚访问美国 访问美国的目的呢 就是关于那个美国的金融危机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就包括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议题就包括产品质量的安全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在今天美国的这个国家食品安全局呢 就是FDA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境外的一个机构 对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 就我在美国的这个经历来看 我们每天都要 小品就要购物 对 要生活 然后我们每天买到的很多的东西 然后呢 日常用品呢 大部分呢 都是Made in China 就是中国 都是中国制造 OK 那么中国制造 如果我们中国的产品全都是 我们给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 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中国的产品 首先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好的 要不然不会在美国这边土地上进行销售 OK 那么我们刚才你谈到的 谈到的一点就是 牙膏啊 奶粉啊 这些事件 是有发生 然后呢 我们觉得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来讨论就是 怎么样来避免这种不合格的产品 生产出来 为害到社会 这样的话 那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首先要了解这个 有害产品的根源在哪里 那么您认为造成这个中国有害产品出现 那么您刚才说 您认为比例还是蛮小的 可是还是毕竟是 在国际社会 我们知道很多的有害产品 都是跟中国有关系 比如说中南美洲的药品 牙膏 美国的玩具 宠物饲料 然后日本的这个毒水饺 还有中国自己的毒奶粉 那么我觉得 你认为根源在哪里是政府监管的这个问题呢 还是说是新闻媒体不能揭示这些问题的问题呢 还是企业的这个道德良知的问题 就是我想请您 您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在哪里 那最根本的问题我是觉得是在整个一个它的生产的流程 生产的流程 生产流程在哪里呢 生产的流程第一就包括设计 第二个包括生产 第三个包括生产的产品流向社会 那么产品的设计 比如说毒玩具的事件 据我所知这个毒玩具的事件 跟设计者有巨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设计者实际上 就是美国的这个设计公司 那么流到全世界以后 那么消费者他责怪的就是他的生产者 那么这个我觉得 对于中国的这个生产厂家来说 似乎是有点有点有点冤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设计者 他要求你生产者就是这样设计 那在这个方面来看 我觉得 首先他的生产的前期 设计者就有承担 应该承担更大的一个责任 那你说到这个设计者的问题 我们知道那么企业 他的设计他不能 就是说他有可能出现 各种各样的环节的问题 所以才需要这个政府监管 来发挥作用 那在这个玩具设计方面 比如说中国的产品 寒谦玩具好像挺多的 都出现这个寒谦的问题 那中国政府的这个监管部门 政府比如说质量检查部门 他们如何发挥他们的职能呢 就是保证这样有害的玩具 或者有毒的玩具 不流入到市场 您觉得中国的这个 政府监管部门 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为什么出现这个 比较普遍的问题 这个谈到这个话题 就是实际上就牵涉到 一个产品的 一个质量的管理体系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 中国在从它的引入到 引入产品质量管理体系 西方的到现在来看的话 已经走过了一二十年的时间 或者是二三十年的时间 那么包括ISO9000的 这个质量管理认证体系 还包括一系列的 就是这个产品的3C认证 安全体系的认证 从这个方面来看 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 它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还是就是非常 监管非常严格的 那么在这个期间 中间出现了各个环节的 一些产品的事件 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 觉得就要是 中国人质量的要求